我们来看一下这题多选题 透过这个题目呢 厘清一下我们对周期表的这个概念 A选项说 碱土金属呢 亦失去电子 形成正一价的离子 首先我们确定的事情是 碱土金属跟碱金属不同在哪里 碱土金属的意思就是2A族 你就想碱金属只有碱一个字 碱土金属有碱土两个字 所以呢 一个是1A族 一个是2A族 OK 那既然是2A族就代表什么 它的价电子有两个价电子 2A族竟然有两个价电子 所以为了达到呢 这个八余体的样子 所以他们会喜欢跑掉的是 一个电子还两个电子 会喜欢一次两个都跑掉啊 所以通常他会更喜欢形成的是 正二价的离子 而不是正一价 所以第一个选项呢 是错的 再来过度元素 结为金属 这个没有问题 过度元素呢 如果你回去看了的话 确实都是金属 我们看到这中间这边呢 过度元素呢 基本上都是金属 OK 这个地方都是金属 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来 那他说呢 内过度元素含有金属元素 和非金属元素 而内过度元素是哪些呢 记得内过度元素 就是鼎鼎大名的蓝系 蓝系元素 跟阿系元素 那其实内过度元素跟过度元素 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一样的地方在于 其实不管是蓝系 还是阿系元素 全部都什么 你仔细看 有金字边 也就是他们通通都是金属 OK 所以内过度元素 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 内过度元素呢 也一样都是金属 所以这个是错的 他并没有含非金属元素 那再来我们来看 猪选项 他说第六第七周期 皆为金属元素 我们知道呢 金属元素主要在左边跟下面 但是第六第七周期 虽然都是最下面 但都是金属吗 其实一定不太是 因为最右边的是什么 惰性气体啊 如果你回去看一下的话 有没有看到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 亥乃亚克山东 至少呢 还有这个福律秀点2 这个2啊 跟这个东啊 有没有 这是第六周期的啊 但是一个分别是 鲁素族 是非金属 另外东是惰性气体 也是呢 非金属 虽然第七周期的117 118呢 我们还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称这个元素的 一个中文名称啦 但是呢 基本上如果118这个东西存在的话 它也应该是比较像是惰性气体的样子 因为它最外面是满足这个 有八个价电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知道它不全是 第六第七周期呢 虽然很多都是金属 没有错 但不完全都是金属元素 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猪选项也是错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呃 一选项 它说鲁素族的化学活性 随原子序的增加而下降 诶 这个没有错 因为我们知道呢 呃 鲁素呢 浮 氯 气 锈 锈 锈水 然后点 二 这些呢 呃 越上面的时候 因为它的原子越小 然后 外面的电子越容易受到原子核的吸引 所以呢 电子就容易呢 跑到 诶 怎么样呢 被吸引过去 然后产生呢 这个负的离子 OK 产生负的离子 所以呢 这个状况就代表说 氟的活性呢 是大的 这个活性 这活性呢 相对来讲 是比较大的 好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碱金 呃 这个鲁素族的化学活性 学这原子序的增加呢 是下降 越下面呢 越下降 可是碱金属化学活性 呢 水原子序的增加 应该要什么 应该要是增加 不是下降 所以呢 F是错的 我们记得什么 理纳甲 如 色 法 这是碱金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EA族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为什么呢 越大的 这个碱金族的原子呢 它的这个最外层的电子呢 比较不受 呃 原子核的吸引 所以呢 它就电子比较容易跑掉 那我们所谓的金属的活性 就是它看它有没有更有金属性嘛 那金属性就是 电子会不会更容易失去 那我们知道 法的电子性 电子呢 更容易比锂呢 去失去 所以呢 它应该是活性 随原子序增加而增加 那我们再来看呢 呃 G 呃 金属跟非金属之分类是依照熔点跟废点的差异 嗯 好像怪怪的 记得我们的分类是依照什么 是依照这个导电度 是依照导电度分类的 当然呢 依照导电度分类的时候 非金属有个例外就是什么 就是石墨 但是基本上其他我们都是以导电度来分类的 那最后我们的这个类金属的化学性呢 性质呢 是介于金属跟非金属 今天没有错 那统称为过渡元素 诶 不对呀 过渡元素是B族元素 是B族 可是事实上你回去看所有的类金属所在的位置 其实它都是在A族 我们看一下类金属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用这个红色的地方框起来的 这几个是类金属 它们全部都在A族 或者是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图 应该比较明显 这边 有没有 这个 有点紫色的这几个地方 这边是类金属 这都是在3A族 4A 5A 6A 7A 大概这些地方 所以记得 它们绝对不是统称为过渡元素 所以这一题很多都是陷阱 这一题正确的答案 只有哪两个 只有B跟E而已 我们写在这里答案是B跟E 是B跟E